北京暴雨过后,南方周末拍了十多名记者和实习生前往采访 八个版面的报道,你的名字,你的故事 最终全被领导打上了红叉,被迫撤下 在这些没有被公开的感人报道中,第一篇写的就是丁志健的故事 十几天前,丁志健才刚刚升任杂志社所在的龙门书局一家分社的社长 身材瘦小,活泼,朋友们经常喊他丁丁 他自16岁从江苏常州来到北京,上学,工作,恋爱,结婚,生子 还拥有了北京户口,无疑是外地幸运的奋斗青年 丁志健,王靖,王娇娇,侯万林,李玉书等,南方周末用笔 记录下无数个在暴雨中消逝的生命 可惜这样的报道却无缘在中国内地公开 南方周末经济版记者张玉群在微博中说 二十多个遇难者复告被盯上大大的红叉 换成了五个英功殉职官员 标题悼念被打上红叉 一边空白处,领导写上两个漂亮的字,英雄 编辑记者集体选择拒绝上次被强奸的版 张玉群还表示 跑了2000多公里,写完稿就趴到床上睡觉 醒来后看到被撤的消息,只想说2000次草泥马 南方周末因为撤板事件,得到许多网友的鼓励 有网友回复,你们的笔是良心打造出来的 他不需要纸张或恩赐也能传遍大地 也有人说,做有良知的媒体不容易 在中国坚持做有良知的媒体更不容易 新潭记者唐宇综合报道